這是發生在古代印度的一個故事 主角就是這位皇帝 他是一個很不像皇帝的皇帝 他有個好朋友 就是宰相 就是一個很不像宰相的宰相 這個宰相是會陪皇帝到處去瘋去玩的 但是這個宰相是深得皇帝的信任 因為他是很有智慧的 皇帝有什麼都會問他意見 他們平時微服出秦就是扮成這樣 有一天皇帝在皇宮很悶 他就跟他的侍衛說 很悶,我也要出去打獵 後來他的侍衛跟皇帝一起去森林打獵 皇帝看到一隻老虎 他就馬上拉弓 誰不知那隻箭一射就射中那隻老虎 皇帝就說 蛤,這次不死 他就沒有等到他的侍衛去檢查 確認那隻老虎死了沒有 他自己衝了去看 太過有信心 他已經射死了那隻老虎 應該受了重傷 是沒有攻擊能力的 他就跳下馬 然後去看那隻老虎 原來那隻老虎呢 還有攻擊能力是未死的 那隻老虎受了重傷 很痛 他通常會發瘋 他就撲向皇帝襲擊他 皇帝也要跟他死過 沒有辦法 因為只有他自己的 他的徐蟲又未到 在他奮勇抵抗之下 在混亂之中 他突然覺得自己的手 咦,為什麼? 浸浸涼的 哎呀,一看 死了 他的手指尾被老虎咬了 他就沒有了手指尾 哇,流很多血 又很痛 然後那些徐蟲來到 那些侍衛 將受了傷的皇帝 就抬回皇宮 那皇帝當然是很可憐 哇,真是 這麼矜貴的龍體 受了這麼大的傷 還要變成殘廢 那又很痛 那他就想到 哎呀,立刻找個宰相來 讓那個宰相安慰一下自己 那他就說 做了整件事給宰相知道 啊,怎知道宰相 真的沒有說好聽的說話 又沒有安慰他 他竟然說了一些很冷血的事 他說 皇帝呀 什麼發生呢 都是最好的事來的 不是吧 那這個皇帝呢 當然火都滾了 啊,我現在這麼可憐 你還說完這些風涼說話 那他就叫他的使衛來 你幫我拉他出去斬 那他就問那個皇帝 他問那個宰相 如果我現在拉你出去斬 那是不是最好的事情發生 那宰相呢 就竟然說 都是的 那後來呢 皇帝就說 拉他出去斬 那誰知道呢 那他的隨從 和那些士兵呢 就沒有一個夠膽聽皇帝說 因為他們知道呢 皇帝和他實在太老友了 他們感情很好的 他現在火著眼 當然這麼說 那他們後悔的時候呢 那他們就死定了 肯定抓他們出來 那誰有份拘捕 那個宰相去斬呢 是他肯定死定了 那就沒有人敢啦 那沒有人肯制啦 那後來呢 皇帝呢 就看他的這樣的細色不對 那也沒辦法 那他就唯有問 那個宰相 看看 那如果我拉你去坐牢 你又覺得怎樣 是不是最好的事情發生 那這個宰相呢 他也沒有改變他的想法 他說 是呀皇帝 我都認為是最好的事情發生 啊 那後來皇帝就 哎 真是沒有辦法了 真是好慌 你幫我拉他去坐牢 運起去 那些士兵就覺得OK啦 這件事是 那竹幫皇帝就運了宰相去坐牢 那如是者呢 又過了一段時間 那皇帝呢 又好悶了 皇帝說 哎 叫宰相來 後來那些士兵說 皇上呀 啊 宰相現在坐牢 後來皇帝說 啊 對呀 好厲害嗎 我用不著你跟我去玩呢 我自己再去都行啦 哎 我自己去 那皇帝呢 就走了出皇宮了 那ną 那兒走一走走走一走走 咦 他走走走去了一個森林啊 那麼他就說自己想啦 哈 我也不知道有一個森林啊 讓我進去逛逛 逛逛逛逛逛わ 突然間有可能的土人沒所必 而吉ал哥哥他不 angel 差點都被說東西 因為王帝不知是什麼 例えば有很多種族 他們也只是跟我說什麼 但王帝不知為何突然被他們找去了 皇帝沒辦法,捉走了之後 唯有看看有沒有機會離開 他們開始幫皇帝沐浴更衣 皇帝覺得好像有點不妥 後來,他也沒辦法 唯有在等時機,看看怎樣離開 那幫土人幫忙去沐浴更衣之後 準備了一個很大的水煲 又透火 開始燒柴了 開始入夜 氣氛越來越恐怖 皇帝看著土人 他們走去,帶了一位 就是這位 他就是一個祭司 土人看到祭司就向他報告 大祭司,我們捉獻給月亮女神的祭品 皇帝聽到,冷汗也滴出來 很害怕 祭司一看,讓我檢查一下 咦? 怎麼可以把一個有瑕疵的祭品 奉獻給月亮女神的? 你又不行不行 幫我剃這個東西走 幫我捉過一件完美無瑕的祭品 獻給月亮女神一定是要完美無瑕 是最好的祭品才可以獻給月亮女神的 我們今晚這個獻祭 一定要用一個最好的祭品 後來皇帝又撿回身彩 快點離開 走走走走走走 他就走回去皇宮 走回去皇宮之後 他又很想把這件事 告訴他 給他的宰相好朋友 他就跟侍衛說 快點幫我帶宰相來見我 那宰相來到 他聽完皇帝說 發生了這件這麼驚險的事 他就說 什麼發生的事 都是最好的事 然後皇帝就問他 那宰相就解釋 如果你不是被老虎咬了 那你是不是完美的祭品呢 那皇帝就說 那如果不是沒有穿這隻手指 那當然是完美的祭品 那我現在沒有穿這隻手指 那我是不是完美的祭品呢 那後來 那後來 宰相就說 對了 那如果你不是混了我坐牢 那我是不是會和你一起去呢 那皇帝說 對呀 你一定會和我一起去 那如果是這樣 當他們見到你 沒有了隻手指 不是一個完美的祭品 那我是不是那個完美的祭品呢 那皇帝就說 對呀 那到時就是把你獻祭 哦 那這個時候呢 皇帝呢 就明白了 那這個故事呢 就完了 那其實這個故事就是想說 發生什麼事都好 很多時候一個劫呢 就是由一個福開始的 那一個福呢 就通常由一個禍開始 看來好像很好的東西呢 最後是一個很壞的東西來的 那 我有很多看過的東西 那有些人 因為贏了很多大錢 我一直以為不是賭場 而是可能投資 最初他可能很容易贏了幾十萬 然後他會覺得 最初他會覺得很幸運 很幸運 很容易都贏 這個真實故事就是 他走去 叫他老公辭了一份工作 然後他賣了房子 然後拿了他老公的退休金 就躺身去炒股票 後來一次 我想那時候應該是 311地震 311地震之前 股市是很熱的 在那時候突然間 311當然是轉彎 他就輸了所有的東西 他老公就退休 提前退休金都輸了 沒有了工作 他的積蓄又輸了 他前面連續贏了幾百萬 然後一波贏的輸了 而且後來年退休金 沒有了工作 所有的積蓄都沒有了 那是一個禍 還是一個福呢? 就是這樣了 你短線看 當然會覺得 頭過半年一年 你當然會覺得 每個月這樣贏錢 當然是一個福 但是一年後看 就是一個禍 希望這個故事 就可以 給到一些另外一個角度 讓你覺得 看一些目前發生的 的滯魚 可能 背後是隱藏了一件好事的 希望你喜歡這個影片 希望你給個讚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